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申博士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很多的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最终他们是看不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捐卵人的真人的 他只能从一些信息当中去获取他一些情况 那所以作为你们这个捐卵机构的话 你们怎么样去鉴定他这些信息是否是真实的呢 嗯 杨阳我觉得我做了这项工作也快有十年的时间了 我越做吧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越复杂 难度越高 真的 是现在越来越难鉴别的意思吗 您的意思是 那倒不是 我是觉得 当然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希望越做越好 对吧 嗯 就会希望这个Donut提供的这个信息呢 能够更加全面 更加真实 对吧 我 我觉得所以大家在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 当我们的客户问我的真实心 或者说你怎么能保证你不造假的时候 我其实是心里很难受的 哈哈哈 对吧 我觉得我怎么会造假呢 对 要是假的也是我被骗了呀 哈哈哈 为什么这个活了这么大 我就不值得去造假 对吗 对吧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 但是我非常理解客户的这个心理 我觉得大家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要看待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主观的和客观的 对吧 就是主观上我们作为中介机构会不会造假 我觉得至少我能说我不会 嗯 我机构不会 对吧 就是说我们甚至更希望我们的Donut 能够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 就是在美国工作也好 或者是学习工作的人也好 可能思维呢 有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一点比较直接的哈 就是说对于我们机构来讲的话 我宁可不要这个Donut去做 对吧 我也不愿意给您就是提供一个不好的Donut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Mindset上面 我们不是说我要去做假来 比如说做一个学历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批一个图让这个人更漂亮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我宁可多去做更多的工作 来找到更好条件的就能量 但是我不愿意一字冲好 或者是提供不真实的信息 这个是主观上的问题 嗯 作为一个中介的话 但是客观上有一定的能力 就是我能够在他提供的信息里 我能够验证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嗯 但是对于客户来讲的话 他拿到的是整个的这一套东西 无论你是主观客观的 对他来说都是这一套 对吗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Donut的这种鉴定的话呢 有几个方面大家来看 嗯 一个是他的个人信息 对吗 就是他提供的身高好啊 体重也好啊 对吗 他的这个教育背景也好 他的喜好也好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他的家庭信息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他的身体情况 对吧 对 那么他的这个个人信息这个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ID啊 来判断他的身高体重啊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见到多少时候 我们自己会量一下呀 对吧 那这些是我们呢 我愿意去确定的 那么我们大家很多压抑的人会 就是客户会在乎他的学历 嗯 那学历怎么鉴定呢 学历我们当然会要他的 嗯 比如说他的毕业证啊 对吧 他的这个 嗯 这个 叫transcript 就是他的这个学分记录啊 对吧 嗯 他的这个入学证明 但有的时候很难说我这一样三次 我哪一样都拿到 对吗 就是说我有的客户说 我是不是offer要有 transcript要有 毕业证明也有 这个有的时候难度大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这个东西在家里面 或者我在很老的邮件里面找不到了 对吧 也要取决于这个donut的配合度 那么与此同时 现在其实社交媒体也蛮广的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 其他方面的一些索证 嗯 对吧 就尽最大能力的去判断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过往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他提供的信息是否是真实 嗯 这个是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在长相这个方面 然后很多客户会说 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女孩子的照片 都是批过的 对 都是美颜过的 嗯 对 但是大家要意识到一点 就是现在人可能没有人 想提供一个没有批过图的图给别人 哈哈哈 有可能是的 对吗 就我们自己拿照片 我们也不会说素颜的就去做一下 对 所以说呢 嗯 你所看到的这些资料 可能是能看到他的大概的长相 他的气质 对吧 那甚至你 我们会尽量的提供有小的时候 二十的照片 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看到的 有拥挂和骨架的 对 对 对 但是呢 素颜照片也是可能的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database里 不会马上就放上去 哈哈哈 这个 还是一个严控的世界啊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情况 但是 但是其实相对来说 我觉得欧美人他们对于素颜照片 可能会更加open一点 对不对 哎 欧美就不一样 你看我们做欧美的话呢 他们愿意做open donation的更多 哦 就是直接跟你见面吗 还是 哦 直接见面 open donation就是能够你知道我是谁 但是呢 我们欧美人呢 都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高学历的 这种来人 我们哈佛业偶的 斯坦福这些我们都有 那他们的想法呢 就不太一样 他会说 我希望知道你的信息也很多 我想知道这个宝宝在什么样的家庭上 对 所以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们有了profile 我们同时有的时候还会有video 同时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己去交流 去见面 会有一些情感上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就是他要保证我捐赠的这个卵子 所以提供的家庭能够保证 这个孩子是健康成长的 嗯 素颜也好 他们还会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爱好方面的一些交流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可能会 是不是就是在您的经验里面 像这种是不是更加的 就是更加的这个make sense一点 你觉得还是说就是看一张纸 然后看一张照片会更加的这个好 您觉得哪一种方式 我觉得我认为本身 大家要怎么看待捐软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人大家找捐软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有人会捐软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 大家所捐软不是到这个dona的卵子 想取出多少颗取出多少颗 其实我们用的是这个捐软人 这一个月经周期排出的卵泡里面的那些卵子 也就是说如果他不用这些卵子 就浪费了 浪费了 这是他能够起到一个愿意捐软的一个基础 对吧 而且现在的用药剂量也好 对于身体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所以一个斗铃是可以捐六次的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 我觉得欧美的人对这个想法 其实就觉得 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跟他们有信仰有关 对不对 会很多人会觉得这个 我其实我贡献了 因为尤其是他有些人 那么同性恋的家庭 他就需要一个捐软人 那如果我这一个月的这个卵子用不到的话 我为什么不把它决心出去 我还有更多的未来呢 当然有些自己的经营也不错 我觉得pass on自己的经营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这个事情 但是你看我们亚裔的捐软人相对保守一点 我们亚裔的客户也会保守一点 还有我们大部分的亚裔的客户会选择匿名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选择机构的时候 或者是在做这一方面的时候 一定要意识到有哪些是 对吧 我客观上可能做不到的 如果你今天选择要匿名捐软 那你就得允许我把名字盖住 对不对 你那么剩下的东西 你就得选择中介来去帮你把它完成 但是你要是说从内心里面 我愿不愿意 最大程度的告诉你捐软人 他是谁呀 他是做了哪一步呢 到哪个阶段呢 能够告诉你足够的信息 你选择的捐软人就是进去捐软的 这个人呢 我愿意的 对吗 我愿意让你能够清楚的 能够放心 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和原因 来换一个人去做捐软 对 是的 没错 对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每一个case都是每一个case 没有必要 而且捐软人他捐软人 他说他是有记录的 那么诊所的医生是要查他的ID的 对吧 是有辈分的 尤其是杨阳你知道在美国 这个法律责任还是蛮大的 没错 确实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保障 所以就说本身美国法律给予的保障 然后呢 大家会更愿意在美国这边做这些事情 另外就是像我们说到的 申博士有很多的经验 大家也要相信专业的机构 他们在这个造假方面 肯定是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 就是在申博士这里找到一个假的 捐软人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是要考虑的 对 就是大家可能要放心 但是一定要理解到我们工作的有一些 不可控的地方 当然 比如说donor他所提供的他自己的家庭的资料 那我们只能依靠他来提供 没错 所以说在我们能够验证的能力方面内 我们会验证 但是你像我们在过往经历一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donor有什么情况 你哪怕都已经到了近周期的阶段了 那可能我的选择就是如果我不说 这个事情就做完了 但是我一定会说 我们团队也是这样 这个事情关系到未来 我们认为要对客户负责任 所以我们尽最大的可能性的 保证这个donor的真实性 但是大家要知道 您的医生会做把关的 他的这个身体情况 对吗 他的这个基因方面的这些问题 都是您的诊所和医生去做把关的 那么这个donor会提供他的ID到你的医生那里 甚至您可以让医生帮您去验证一下 去去乱的人是不是这个人 那么多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情 很多啦 没错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盛博士说 这个也能够理解大家这样的一种心情 然后因为现在这个科技的手段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大家也会担心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 毕竟是要这个 未来是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要考虑的周全一些 所以不妨呢 也跟这个盛博士来聊一下 看看他可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今天谢谢盛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的分享 辛苦你 谢谢 也可以直接联系盛博士 扫描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818-743-2434 818-743-2434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感谢您的收看